龙游是浙江最好听的地名之一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我们现在来到了浙江省的龙游 这里属于齐州 这里有一个好像是徽派建筑的 这个景点叫做龙游民居院 龙游民居院国家4A级景区 位于基明山 龙游这个地名 大家听听是不是很霸气也很好记呀 龙游是浙江最好听的地名之一 你知道浙江省还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吗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第一次听到龙游这两个字 就感觉这地方肯定有着不一般的历史 果不其然 在春秋时这里就是孤灭的孤都 这历史够悠久吧 在秦朝实行郡县制时 龙游是江南首批设县的地方 史称大漠县 想必有很多的古迹文物了 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明居 是集中国明居艺术大臣的杰作 在浙江省 但凡有点历史古迹 都肯定会以此为原点 发展成一个著名的景点 这个明居艺术便是将分布在各处的特色明居院落 搬迁到此 整合而成的一个江南明居的博馆 既保护了文物又带动了旅游 话说这可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的大动作哦 不得不令人佩服 浙江人的头脑就是这么灵光这么超前 相比之下我们山西的文物 唉就不得说了 看看昔日龙游商邦大户人家的门亭和院落 这些明居白墙乌瓦古朴素雅 游客行走其中总有一种穿越感 在明居园还有两座古牌坊 一定要记得来打卡哦 一座呢是壮园坊 龙游山林水秀自然也是出人才的地方 南宋韶兴15年龙游西口镇 有一位叫刘章的人高中壮园 这北宋加南宋一共是120个状元 龙游就出了一位 对于家族和家乡那都是莫大的荣誉 这座千年的牌坊就是刘状元刘芳千古的最好见证 另外一座为陈相牌坊 上面还有圣旨两个字呢 一看到圣旨就知道这规格一定不低 这是哪位陈相呢 这位是南宋少行27年的龙游籍的镜氏 于端里的 他在庆园元年拜了右陈相 后右牵制左陈相 龙游还有哪些名人谁知道 可以分享一下哦 这又是哪里呢 过来一看才知道 哟这才是明居院的入口呢 感情我们是从出口进来倒着游玩的呀 走到这里人家已经关门了 大家来的时候可要记得要不要犯我们这样的错误 这里面的明居更有观赏和文物价值 只能是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这个是母狮子 哦 抱有小狮子 但是他又有绣球 这个到底是公的母的呢 既有小狮子又有绣球 这个有点奇怪啊 一般抱小狮子是母狮子 彩绣球的是男狮子 来 老妈快过来看一下这边的 这个是男的还是你的 看一下 这是男狮子 这种狮子的造型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里见过 这应该是这儿的一种色色吧 天下龙游 其舟有礼 来 明居院游览 建议穿着汉服 旗袍等中式服装 拍照取景 录制视频 那绝对是美爆了 来看一下这些木桩子 特别的像那个什么 特别像铁路上的那个枕木 是吧 原来这里是龙游战的遗址啊 龙游战是建于1931年的之后呢 有过几次扩建 2004年7月 这干铁路实施了电气化提速 一战改线 老的龙游战退出了历史舞台 曾经经历了抗日和解放战争的龙游战 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 铁道 站台 鸣笛 却是很多龙游人摸不去的记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经常会带着一帮小朋友到铁道上玩 偷出家里的铁钉 一长一短垂直叠放在铁轨上 待火车呼嚼而过后 一把小剑就成型了 虽然和小伙伴们约好了一定要守口如品 但十有八次会被家长知道 换来的便是一栋打 爸妈打的不是偷了铁钉 是越想越后怕 老妈咱们今天这个龙游民居院就游览到此了 我们现在要回酒店了 父母再也不远游 除非带着父母一起游 虽然不能为老妈提供多么富足的生活 但我可以陪伴她 实现她走遍中国的梦想 龙游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敬请期待我和老妈的龙游型视频分享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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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